所以藏地也是在历史上 虽然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地弘扬这个佛法 但是这个时间有些说 最短的是三个月的六个月的十二个月的 十八个月的也有这种说法的 中等三年的 六年的 十二年的等等 长的话有五十多年的一百一十一年的 等等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比较公认的话 像邓卓法王他们在有关的历史当中说 在大多数的藏人和有缘众生面前所显现的 莲花生大师在藏地住的时间应该是好像五十多年吧 国王自从21岁的时候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地 国王是五十九岁的时候圆起的 后来莲花生大师好像还在藏地呆了多少 十六年吧反正佛教史里面有这样的说法 但这样的话有些人说 为什么在有些历史当中说莲花生大师在藏地呆的时间那么短 然后作者也进一步地解释说 只是有些建成面前实现待的时间很短 但实际上莲花生大师整个学域所有的地方予以加持 如今为什么藏地的佛教完全不衰的 可以说各种外道还没有进入 就这个原因当时他一些不可思议的神变力和 依靠很多护法生的加持力一直保护着 应该有这方面不可思议的缘起 所以每个道友的确也是对自己的道场也好 对个人的修行得以保护的话 随时都是祈祷莲花生大师很重要的 其实藏地也好汉地也好很多真正的大成就者 在他们自身的修士当中的确也是有莲花生大师的修行 以前在监狱里面有时候 包括汉传佛教的有些禅师有些修行人 最后圆寂的时候也是实际上了解他是修秘法 尤其是祈祷莲花生大师的 当时罗拉霍佛和公嘎霍佛的弟子当中 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在后来的一些时代当中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莲花生大师来到人间 在众生面前显现的时候应该这样显现的 声音心目之处 地拍摄的 3 7 3 4 5